抽,放蓝,明白吗?再看多一次 放下,抽,放蓝 记住你整个动作我们都要瞄准的 放在右脚的膝盖上,然后用你的手腕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是新的教学片的开始 上一次我们讲过世界杯的技巧 通常都是后卫类型的 今天我想讲一下我们一些低位球员 会常用到的步法和一些终结的技巧 今天想讲第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无论后卫、前锋和中锋 都会经常用的一个跳步的技巧 在我们运球切入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会常常用到走蓝步 其实第一,你需要的空间会大很多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单脚走动上蓝的时候 我们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距离也都软 但是相对地在蓝下空间比较窄 防守者紧贴的情况之下 会很容易被对手可能就是身体撞了你走 从而影响了你的头蓝的稳定性 我们中锋或者后卫 去到蓝底的时候 你都会经常见到会有一些跳步的技巧去上蓝 这个运球跳步 我们很久以前的教学片都拍过一次 那时候我都会讲得很清楚 这个动作如果做得不好 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因为你落地的时候 如果你的膝头是歪了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扭到的 另外你的身体压下去的时候 也都会比较大压力 所以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得很好的 好了,首先我们要知道 错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混球的时候 在你突破 就是先以头往前 你头往前的时候 落地 其实你整个头 就会将你的重心拉向前 落地的时候 大部分身体的体重 就会压在膝头高 而这个动作会令到你断膝头高的十字印带 就算看NBA的球员 都有很多在这个动作断 包括Derek Rose 那我们怎样练习呢 首先,在这个动作里面 我们的重点不是抽前的球 记住,我们是准备去上篮 是floater 是想着一个抛头 或者是勾手而做这个跳步 如果你是想着往前跳的话 你更加要练到 如何抽动的一个技巧 好了,我们怎样练习这个抽动的跳步呢 首先我们练习如何上抽 你整个身体和球 先把球 我们放在地上 然后你是右脚在前 因为我们最后落地的话 我们要保护架车 你右手上篮的话 我们落地应该在左脚落地 然后放篮 OK 那我们放在地上之后 你记住,我们要抽起整个上半身 继而带动你用脚腕跳 尽量不要用大腿跳动 当你收紧核心 抽 其实你用脚腕已经可以把整个人抽起了 反而如果在这个动作里面 你用大腿跳呢 你会比较容易往前的 试一下就是在我们抽动里面 我们放在地上 抽脚腕落 然后放篮 我们再看一次 先把球在地上 手带动你的上半身往上 然后脚腕跟进 你会把整个人抽起 抽起之后 放在右边的膝蓋上面 然后落腕 明白吗 再看一次 抽 放篮 明白吗 再看一次 放下 抽 放篮 OK 记住你整个动作 我们都要瞄准的 放在右脚的膝蓋上面 然后用你的手腕 我们放篮的时候 记住我们抽动完之后 记住尽量用手腕去放篮 前臂和手腕 手肘 我们是用这个力量去放的 很多控制不了 或者放篮的时候 只是碰到板碰不到的 通常都是 放的时候用肩膀放的 明白 你会碰到板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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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用肩膀放 通常控制不了的 就是我们抽完之后 用肩膀放篮 通常你会发觉 很大力量 控制不了的 我们稍后都会说 Folder和 勾手放篮的技巧 稍后都会再说一次 但记住 在这个动作中 我们抽完之后 在右脚上放篮 然后记住 是用手腕 手腕 放的 OK 记住一件事 我们抽完之后 在右脚上放篮 好 实质里面 先示范一个后卫的版本 如果后卫 我切进去 首先记住 第一件事 我们要先把敌人 压到另一边 例如我们先把一个 向左 切入压停 Between 然后放篮 我们先做一个动作 看多次刚刚的动作 先向左边 记住 上次我们说过 我们是拉后 弹着右脚出去 我们记住 人挺直的 何尊勇威的动作 推前压停 然后抽起 手腕放 明不明白 再看多一次 拍球 弹 推 压停 放篮 明不明白 不要用到肩膀 记住 你不会用一个很高的状态 好像Iverson那样放的 你的命迅率会低很多 重点是记住 我们是 保持住你的速度 拿好你的位置 然后放篮 看多次 最后 推前 Between 然后 推前之后 抽起 尽量用脚腕 你一用大腿的话 你落地会 一声 其实你膝头哥 就会受压得很重要 所以大家记住 刚刚当你切入 在高速度切入的时候 第一 你不要打算抽前 我们是抽上去 然后停 第二 如果你听到的话 落地的声音 我们落的时候 可以没有声 尽量令自己 不要有声 以前我们旧式的练习方法 甚至是会教我们走览的时候 用力踩下去 其实你每一次 大力 踩到地上 产生声响的时候 其实 那个回震 会回到你的关节里面 加上 你的上半身前傾 因为核心不够力 然后 再砰一声 对你膝头哥 就会很大负担 而且 当你回弹的震 还会去到腰间 所以有时 三十岁打后 打完球 有时 腰很痛 主要原因 是因为 我们上半身 污前 跳 震到腰 这里也讲一下 如何保护膝关节 因为我断过前十字印带 我们要做这个拉筋 我觉得最有效 可以把十字印带扯住的肌肉拉松 Mathiel也断过 所以我们一起做 第一个动作 首先就是 我们解释我们拉右脚 胸口 放在膝头哥上面 两只手 放在脚外边 然后将这只脚 拉后慢慢伸直 触住伸直 记住 拉筋的时候 这个动作 你会很痛一下 痛的时候 记住 你不要想和它对抗 我们拉筋 要令脚的放松 重点不是和它斗力 我们是让它有痛 痛是放松的信号 重点就是 你要呼吸 你要先吸气 然后慢慢呼 吸气 慢慢呼 其实在你呼气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松 那你就会越污越落 越污越落 每次在这个动作里面 你预计我们是十次 十次深呼吸 除了拉筋之外 可能好像我们这些 超过了三十岁 甚至四十岁的叔叔 其实你更加要保护 多些自己的膝关节 可能要吃一些 营养的补充剂 修补你的软骨 以前在膝头哥做完手术之后 我们那个年代 只会吃葡萄糖胺 修补我们的软骨 近年有研究发现 葡萄糖胺 或者软骨素 其实只是覆盖到我们身体 软骨大约30% 假设膝头哥是有痛症 美国骨科医学会 是不建议大家 服用葡萄糖胺 软骨素这一类产品 在这个月经过骨科医生的推荐 我们吃了这个冻必甲 Mobility 试完一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膝头哥会比较有力 和会顺了很多 就没那么卡住卡住的感觉 Mobility 特有BCP再生胶原 它是针对我们的软骨里面 骨胶原和蛋白多糖成分 它的覆盖范围是葡萄糖胺3倍 达到90% 其实这些新型的关节补充剂 会令到膝头哥会更加顺畅 和有力 它的服用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每一天就将它冲进水里 然后喝了它 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它是无色无味的 如果大家觉得膝头哥是不太顺畅的 记住可以吃下这些新型的关节补充剂 除了饮食之余 你也要拉筋 做好你的肌肉训练 核心的训练 才会帮到你打篮球时 令你膝头哥更加健康 没有那么痛的 如果我们想膝头哥没有那么痛的话 记住在篮球动作上 你也要做好那个法力 我们刚刚那个动作 我们抽完之后 记住不要污了向前 还有重点记住 手带动 脚腕抽起 手腕放蓝 记住这一点 OK 好了 Mathieu你试试做这个动作 先做一个抽动的动作 放在地上 然后抽起 肩膝头 你会看到Mathieu的力量 不是那么足够 变成像脚法力 再来再看一次 手带动 大力 对 记住你的感觉 就是我们放在地上 抽起整个人 明白吗 抽起整个人 再来 抽起整个人 对 这里就是了 看着Mathieu这一下 你会比较容易用肩头的 因为抽完之后 你会放在肩膝头这里 记住我们抽完之后 假设你右手放蓝 我们用右脚膝头去瞄准 明白吗 就不要放在肩膝头里 就算我们fotter也是 我们拍完之后 我们用右脚去瞄准 你会准很多 记住最后一件事 我们放蓝的时候 不要拿着球的底部 我们不是射球 因为我们是要抽上去的 所以当你抽上去的时候 你的手要放在球的顶部 然后用手腕放蓝 好吗 好 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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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一距 clar 我可以拼上到肩膝头 好 これは 所以手推出高 对 一、手大动,脚腕跳 明白吗? 手大动,脚腕跳 下地尽量不要弄一声 最后放篮的时候记住 在右脚膝头角 解释你右手放篮 在右脚膝头角 好,今天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